大家早安 今早我和大家 太陽好像升多了 剛剛升的時候就和大家捕捉 不過現在升多了 都不要緊 都可以讓大家看到 今早的日出 今早想和大家說一件 我覺得做多了的事情 做多了什麼呢 話說兩天前 我有位標迷 剛剛在一間大的標店 買了幾千元的艾美標 那 銷售市 我覺得 做多了 送了三隻 天梳給他 買一隻幾千元的艾美標 送了三隻 天梳 大家想不想到 這是什麼心態呢 我們之前都試過 搞一個買一送一 就是買一隻標 就會送一隻 風車旋轉的標 不過 當我聽到這位朋友 就說買一隻幾千元的艾美 可以送三隻天梳 我覺得真的有點滑稽 不知道是否他們 這間大店 天梳真的多到 不知道怎麼搞好 不知道老闆 那位銷售市 送了三隻天梳標 給一位買了幾千元的標 的朋友 我完全不明白 其實如果真的天梳 真的有這麼多 而不要的話 那不如 那些買了幾十萬 一隻標的朋友 送十隻二十隻給他 那更快 可能他們都在這樣做 其實 有些情況 我都知道 因為現在 其實經營環境都很困難 各司各法 每間標譜 都想盡辦法 怎麼去 有多些客人 不過你知道 A級標譜 他又不可以拍片 說 今天我們搞一個 買一送三 他們會覺得 搞錯了 那些形象 有時候我們 我們做這些 宣傳方法 就會被人說 我們搞貼了 就是說 這麼貼的 買標 還要送多一隻標 不過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這些手法 其實在大標譜 其實都 我聽另外一位標迷說 都已經是幾十年 就算是大標譜 都會運用這樣的策略 不過他們不公開說出來 因為要形象 要形象 又要數量 就是這些 OK 不過 不要緊的 最緊要是 標迷開心 標迷開心 記得 如果將來 你去大標譜 去買標的時候 不妨問 問他們 會不會有些 Source Group的牌子 平價也好 或者有些送天梳 有些送狼琴 都說不行 可能 你買某些標 去送奧美甲 給你 都不頂 不妨問問 問問 問問 又無妨 有些 有些 Source 可能 都會做多了 做多了 那你就 好 變了 買少許 就拿多了 對吧 今早 香港早晨 就說到這裡 凡事都是 不要做多了 好像 像這隻 上鏈標 如果我上多了 都是不行的 對吧 OK 拜拜